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狗 我今天呢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就是后面那个图啊 这个呢是非洲人给咱们中国人合照 我看了看才明白啥意思 原来是中非贸易的国际堂啊 这边呢有一个加南就是商地 呃就是批发的一个商朝 然后这上面你看 中国人俩非洲人 呃卖饰品的就是服装之类的 这里面我看了看上面写个采购中心 前面一个服装城也没有开门 不知道疯了没有 我看这上面全都是你看 都是这种居民房 我想那这种地方呢肯定是那个啥 里面呢应该是 不太多这个商家或者说这层面这个商家呢 不是特别的行 因为这样地方你看就一个门前面那个门就关着呢 然后对面对吧对面 就是这个新龙 商贸城 新龙商贸城是干嘛的也是做服装的 这边做服装的特别特别的多 这里呢是属于广州的这个三元旅 三元旅大家不陌生吧 提到三元旅大家肯定会想到的是外国人对吧 然后会想起这个非洲人确实这边非洲人非常的多啊 中国人跟非洲人在一起做朋友 他们呢一般呢都是通过这个外贸的方式啊 挣钱的 这边这个外贸很发达的 你看一个服装床 两个服装床 三个服装床 四个服装床 这边还有一个五个服装床 大大小小不到 七八万米的这个距离呢 这有六七家服装床 全部都是以这个外贸为主的 这边 从这下面上来就是这个天桥啊 这个天桥上面看的更清楚 对吧 你看嘉南外贸服装床 这边还有这个地毯的 中国亚美地毯全球批发中心 啊这边还有 金融商行上面也是英文就是做外贸的比较多啊 还卖酒的全都是 面向外贸的 外贸挣钱呢 因为很多国家他们 国家一些东西呢根本就没有就像非洲 那个地方 你别说假发了对不对 锅碗瓢粉还是咱们中国的的 所以说 非洲人靠这个挣钱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说咱不认识人家外国人对吧 如果说咱们也认识外国人 而且呢咱们中国呢也去不了外国 非洲人他们就不同了 他们来中国呢一般都认识很多这个非洲的朋友当地人 然后当地人有啥需要的就找着他们拿货 所以呢他们做外贸的话就是比较好一点 你看下面那个是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看的像新疆人 这边少数民族外国人很多很多 前面呢还有个 创展中心 这广州也是非常震恼的一线大城市 这车流都是穿流不息的 非常震恼的这边 广州这边的话是晚上 基本上要到零点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人群呢才全部休息 在零年以前呢都是夜猫子 夜猫子比较多 啊这边是一个什么 怀特怀华市政府办事处 啊这里面好像是那个水电局供电的 然后前面呢就是火车轨道 前面也是有这个外贸商城好多外贸商城了 之前都去过了 那边也是有非洲黑人居住的 就在火车站这边 就是很多人居住 这边也是就是方圆 这山园里呢 都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居住 但是没有 我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叫小北那边 比较多 那边比较集中 这边的话就是零零 碎碎的看见几个外国人 这边外国人我感觉稍微少一点 你看这外贸城附近呢下面呢就是火车站 这火车站呢都是这个全路啊 前面火车站就在那很近很近的 这边很发达 出火车站没多远就是这个外贸商城 你说外贸商业是十分方便的 这边这个港口呢贸易都比较好弄 因为广州这边就靠海嘛 人家靠海的城市呢都发达 就像浙江了对吧 香港了上海了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发达呀 靠海了 做的就是外贸生意 外贸生意赚钱的 咱们国内再卷也是这么多钱 对不对 也不可能说再创造更多的钱 但是你卖到外国就不一样了 卖到外国呢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这边呢也是大大小小的 你看有拉货的 拉了六箱货呀 拿个小吃一吃 这边呢还有一个嘉天钟表层